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644集 在你父亲认识你母亲之前呢 我和你的父亲只是出任务 出任务期间也并没有碰到什么特殊的事 你父亲碰上你母亲以后 就变成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出任务 这一年里你父母救过我一次 我也救过你父母一次 这一年啊也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 但到了第二年 直到他们下落不明这段时间 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 而且一次彼此危险 我们有一死的任务 是要斩杀一只两方面势力 都处于第三经第二段的打药 那个时候 你父亲两方面的实力 刚刚突破第三经 我的实力 也是刚刚突破第三经 不过 你父亲当时年轻二十七 如此年纪 便有了这般实力 即便是超一流宗门 那也是很难培养得出来的 你的母亲比你父亲大两岁 二十九岁 两方面实力突破第三经 也是十分难得 即便放眼超一流宗门 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才 老夫惭愧 年近六旬 方才突破第三经 哎 一边说着 老和尚的脸上 一边浮现出一抹难为情来 这时候 方眼唏嘘地感叹道 哎呀 这无论是二十七还是二十九 两方面实力 能突破这第三经 都是太强了 随后 方眼把目光望向张帆 先生 您争取破了您父亲的记录啊 文言 张帆先是一正 而后哑然一笑 但愿能吧 距离二十七岁 他还差七年 这两方面的实力 距离第三经 还差六个等级 一年突破一个 他还是有希望 可以超越他父亲的 你不是说 你们去斩杀第三经 第二段的大妖吗 最后结果如何呀 我们了解到 那只两方面的实力 都处于第三经 第二段的大妖 有这般实力 并非是全靠自己 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了天才地宝 所以 那大妖的根基 十分的不稳 虽然我们三个 都是刚刚突破第三经 但联合起来 还是足以把他打败的 可等到 我们要和那大妖 见面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们错了 那大妖 是依靠自身 修炼大道的 那个境界 并非是依靠了 什么天才地宝 在如此情况下 即便我们三人联手 仍旧不是对手 最后 若不是你父亲 寄出了你爷爷 给他留的保命符 恐怕那次啊 我们就都要死了 我们之前探查的 有关于大妖的消息 都是错误的 不过当时 我们并没有多想 毕竟 谁也不能保证 消息的准确性 但是接下来 我们所接的几个任务 消息 又都存在了重大偏差 并且那种偏差 都是在关键位置 就仿佛是有人 故意跟我们 透露错误消息 因我们上当 这显然就是 针对我们呢 听到老和尚的话 张凡和方言 眉头都是一簇 老和尚接着说 那个时候 我们手里有钱 也有很多天才地宝 所以出不出去 做任务 对我们影响也不大 只不过 如果外出历练 可以使我们的实力 尽快地提升而已 既然有人针对我们 彼得父亲就做了决定 找一个环境好的城市 踏踏实实地待着 休息个两年 然后再说 我们呢 就去了南方的 一个沿海城市 住上了当时 最好的别墅 开上了当时 最好的车子 也用上了 当时最好的电子设备 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我们刚刚搬过去 没多久 大概也就是半个多月 就一只恶鬼 每天过来骚扰我们 它和我们三人 联手实力相差不大 所以 每次都是以平手结束 就这样 过了一个多月 我们也是被靠得 精疲力竭 很显然 那恶鬼是故意的 再加上之前 做任务时候 总是获得一些 错误情报 我们感觉 有一只无形大手 在操控着这一切 这背后的操控者 可以轻易调动 第三经强者 虽然都是一些 第三经初期的 但是 也绝不是简单人物啊 当时 以我们的实力 是没有能力 查探到背后的操控者的 所以你父亲 就给你爷爷 打了个电话 询问情况 而你爷爷的回答是 眼下这样的情况 你只能忍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你们三个 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听到这里 张凡眉头一簇 这么看来 爷爷似乎 事先就知道 这样的情况了 我们就这样 在那个沿海城市 生活了三年 虽然每天 或者每几天 都会碰到 一定程度的骚扰 但真像你爷爷说的那样 我们并没有碰到过 什么生命危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出生了 你出生后的两个月 你父母 被一个电话叫走了 我想跟着一起 但是你的父母 却不肯带着我 也就是从那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之后的五年时间里 我一直在寻找你的父母 可遗憾的是 我始终没有找到 虽然这样 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 关于你父母的传言 有的说他们已经死了 被天宗宗主给杀死 还有说他还活着的 不过已经加入了天宗了 张凡听了 看了一眼老和尚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走出张家屯以后 他但凡听到 他爷爷和他父母的情况 都会牵扯上天宗 如今又出现了天宗了 那您知道 当初打电话 给我父母的人是谁吗 这个我不知道啊 当时我也问过他们 但他们并没有说 好了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我所知的 所有有关于你父母的情况了 我之所以会来大封庙 是因为我听说了 大封庙里 有知道你父母当年 去向的大妖 而且这个大妖还知道 你父母是否还活着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